大家好 我是姜小南 首先咱们要注意刚做完皮肤手术 大部分院长是要给咱们鼻子里面塞棉花的 防止咱们睡后出血 然后这种情况咱们一定不要 很多宝宝就会觉得 哎呦我这个鼻子塞着棉花好堵 自己能不能在家里交换 这个千万不要 咱们一定要按照医院规定 咱们去复查的时间 由专业的护士和院长 给咱们进行复查的时间 自己在家里千万不要自己去进行操作 这样的话会增大感染的 发炎的可能更高 可能现在更高 然后其次咱们要注意一下前两周 前两周呢我们是 在拆线之前是一定是不能碰水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碰水的话会加剧 因为水里还有很多细菌 咱们看不见的细菌 会加剧它这个感染的可能性 另外咱们就是术后嘛 然后尽量吃一些清淡的 不要吃太辣的 然后太辛辣的东西 今天喝一些粥啊 然后米汤之类的 这个是很重要 还有我要告诉宝宝的 特别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很多宝宝觉得 我两周之后拆完线了 就没有事了没有关系了 反正我都拆线了 然后可以自由活动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两周拆线的时候 其实特别重要 因为拆线的时候 这个线它是有一定的伤口的 之前我是到我们医院的一个宝宝 他是两周拆线之后去洗海藻 结果因为排水力的盐分很高 然后细菌也很多 结果导致他的鼻小猪坏死 从正面看整个人是没有鼻小猪的 特别恐怖 这个咱们一定要注意 然后咱们术后两周拆线了 也不能去洗海藻 蒸香拿 包括不能抽烟喝酒 一个月之内 这些都是可以做 包括一个月之内 也不能戴框架眼镜 因为咱们这个硅胶呢 假体放在鼻子上 它是需要固定的 然后你在它还没有固定好 这个位置之前 你用一个重力给它压 很容易导致它变形 或者是下垂脱落 使它的硅胶 不在它原来的那个位置上 会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对